- 欢迎回到温哥们 Podcast - 欢迎回到温哥们频道- 今天我来到大阪南坡 - 上次的影片留言了 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计划 - 观光区必吃的那些餐厅真的好吃吗? 那因为我是这个大阪当地人嘛 - 所以这个计划的话 我去观光区必去的餐厅 - 然后前试、前试的话判断一下这个餐厅到底好不好? 今天第一集呢 要来到的店就是这里 一定知道它吧 就是大阪名厂的 非常有名的达马 刚刚客来的话一定来的店吧 日本呢 通常餐厅里面是比较不方便拍摄 所以等一下我是用配音的方式来介绍 进去店里面呢 就马上发现 这个大阪浮夸港 大阪通常是非常爱这种浮夸的装缓 然后颜色也都很亮亮的那种 我觉得这个店的气氛啊 如果我是观光客的话 会很开心 就是来到异国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菜单吧 我自己觉得大家不要点单点的 因为通常单点比较贵嘛 所以套餐好像有三种 然后看你要吃多少就是点什么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他们的品项是蛮多的 好像这个炸创烧现在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拿来炸的 除了炸创烧 还有很多小菜啊 或是甜点啊 还有这个就是大阪的名厂嘛 就是mix juice 蛮好喝的 桌上有一些调味料 好像是七味粉 盐巴 胡椒粉 然后呢 这一次我最吓到的部分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炸创烧的酱 以前都是他们摆在桌上 然后我们随便可以沾看看 我就觉得很可惜 因为这样就比较没有那个感觉嘛 然后这边有鲜高粒菜 你去任何的店 他们一定都会提供这个鲜高粒菜 这个真的很漂亮 oh my gosh 看了就流口水了啦 嗯 我就觉得这个味道蛮道地的 还蛮好吃的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已经轮掉了 嗯 这个小菜轮掉真的是不好吃 虽然我们很爱吃人的便当 可是这个我不能原谅 这里面有牛肉 牛筋 然后 コンニャク 还有 下面有葱 这里面有海鱼 串葛 串葛 好 各位 终于来了主角 这个来的时候啊 店员帮我们介绍 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炸创烧 你看外表 其实不太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刚刚店员帮我说明 可是 我已经完全忘记了 反正有九种辣 哈哈哈 不好意思 竟然带死一遍了 看外表啊 我觉得还不错 他们炸的感觉很酥脆 然后 这个颜色吧 这个黄金色吗 非常的漂亮 来 第一个就是要吃虾子 我先原味吃吃看 嗯 我觉得蛮好吃的欸 大小还算ok的 然后 吃起来很QQ 蛮好吃哦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定要蘸这个酱吧 哇 我真的很不习惯这个方式耶 这个很像是什么弄沙拉酱那种 哎哟 酸 那我们这个吃完的串 是可以放的 然后你吃了一个炸的东西 就要配一个高丽菜 因为这样子你的脂巴里面比较清爽 然后也可以重新再可以吃另外的口味 第二个我要吃这个马属 看起来很可爱的 还ok 就是炸的马鸡这样子 接下来是 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东西 味道就是跟一般的蛋一样的 其实大小有点小 所以比较方便吃了 接下来这个 我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忘记了 这个就是 它是 里面有非常多的起司 看里面就知道了 这是香肠 这个香肠就是我们小时候通常吃的 终于来了 最经典的东西就是这个 牛肉 吃吃看 好吃啦 这个牛肉还不错 可是呢 大家看 我觉得这个 有点太小了 没有吃到肉的感觉 只有吃皮的那种 我就觉得这样子很寂寞 接下来这个是什么V的形状 哦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 他们炸的很虚脆 然后我发现这边的皮弄的还不错 就是没有太厚 也没有太薄 有些电视皮弄的很厚 然后一直都吃那个皮的感觉很恶心 又吃了高丽菜 诶 已经不知不觉只限两种了 接下来这个是 先吃 再说明 不要偷看菜单 哦 这个是 豬肉 应该是豬五花吧 可是呢 这个也跟刚刚牛肉一样 皮牛肉 更少耶 我就觉得肉类真的是没有吃到肉的那个爽感 又吃高丽菜 又吃高丽菜 最后这个是 鱼鱼鱼 我就觉得蛮好吃的 可是一样 它里面的内容有点少 我这次吃了九串 跟一个小菜 跟一个乌龙茶 就1800吃10 嗯 这个价钱 不便宜 以前十分多观众客人 都比较多 ago 日本人的类型 比较多 我没有用到日本 好 真心话的感想 CP值不高 肉和其他东西 吃起来没有饱滋感 我覺得好處是可以嘗試很多種的口味 然後他們有賣那個套餐 店裡環境很舒服 然後也有很多那種外國語的菜單 所以對觀光客來說確實很方便 然後地點也是就是南坡的中心嘛 那今天的影片呢還沒有要結束 因為我要去另外一個店 就是我這個人推薦的一個 下創燒的店 但是那個店不是在南坡 所以我們要先移動齁 好 第二家就是一個 不是喔 大家好 我們剛剛吃 嚇死我 我認真嚇死 超可怕的 好 現在我來到的是新市街 那這個串滑達馬是從新市街來的 所以南坡那邊是分店 可是他們太有名了 所以到處都有店 可是現在的目標不是他 要玩那邊 又是他 好 這邊就是The Deepest Osaka 我覺得最新日大阪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邊另外可以擺一隻耶 好 這邊呢 因為比較單地 所以順便介紹點餐 然後餐點到 這些順序齁 我們進去之後 他們先給我們這個高麗菜 這是免費的 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他們會先問飲料要喝什麼 其實水也可以 可是 點水我就覺得有點尷尬 這一次的話我是點可樂 然後呢 看牆壁有這個菜單 他們手上沒有菜單喔 所以 看那個 然後你想要吃什麼 直接跟那個店員說 是不是跟剛剛Daruma完全不一樣 難度比較高喔 然後店裡面的氣氛就是這樣子 我好好喜歡這個氣氛 就非常Osaka的感覺 這邊只有八台喔 然後 排隊的話要排外面 然後店裡面呢 非常的安靜 就是他們店員們很專業 不會講話 就是 只會專心炸創燒這樣子 我好喜歡這種 比較值人的精神 然後你的前面啊 姐姐可以看到食材的狀態 所以你看就覺得 嗯?這個感覺很好吃 那就點那個 他們馬上幫你炸 對 而且 三個碗粉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 還可以看到他們的表演 就是 炸的一個過程嘛 就是 看的好吃 吃的好吃 我們很重視這個 噢,然後這個就是剛剛我說的醬的方式 因為現在是疫情,所以這個每一個桌子有一個 而且重點就是 二度漸禁止 大家應該有聽過吧 這個醬只能醬一次 因為如果你一次醬,然後再醬的話就很不危險嘛 所以大家真的要記得這個規定 噢,然後傳統的店都會有這個 這個也是叫土手焼 可是這個是用創燒的方式來做 煮很久的那個衛生啊 然後煮一煮他們的那個內臟類的 噢,這個真的超爽,這個 大家一定要吃 噢,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流口水到我變成游泳吃了 他們炸好的,直接都放在你的前面的這個盤子上 第一個這個就是牛肉 第二個這個是蓮藕 第三個就是干貝 我這邊直接給大家看齁 這樣子漲一下 你要漲很多,因為你不能再漲 哇,漂亮耶 哇,好吃耶 這個就比較厚 然後有那個肉的滿足感 然後在這邊也當然要配高麗菜 今天是高麗菜吃到飽計畫嗎? 然後再配一口可樂 幸福耶 接下來吃這個Doteyaki 他們用的這個味噌是比較甜甜的 然後內臟也完全沒有形味的 非常QQ的口感 真的是為了這一創 來這個店也是值得的 接下來這個蓮藕 噢,好吃 這個口感嘛,就是比較脆脆的 因為這一家的蓮藕比較厚 所以吃起來也很滿足 這邊順便教你們一個秘訣 因為我剛剛說 Nidouzuki Kinshima 這個就是一定要遵守的規定 可是呢,你如果一次漲 然後吃了之後發現 啊,醬油一點太少了 這樣子用高麗菜 然後把那個醬汁放在高麗菜的上面 然後再移到你的盤子上 這樣就可以了 可是你這個高麗菜也不能夭然後再漲喔 吃個太片 想要跟它們放在多一點 這裡還給你一個 水分開 的! - 馬上來加點了 - 馬上來加點了 - 啊真的...啊... - 沒辦法拒絕這個想喝啤酒的慾望 - 炸燒配啤酒非常爽 - 雖然我拍攝的這個當天是... - 還沒有辦法喝那個有酒精的 - 啊真的...啊... - 這樣子先吃一口炸燒 - 然後再把很冰冰的啤酒 - Yes! - 接下來是章魚 - 啊... - 好吃耶 - 這邊的章魚啊... - 雖然價錢有一點貴 - 可是我覺得它蠻大的,所以值得 - 然後這個Doteyaki呢... - 可以加七味粉就很少... - 咳咳咳咳咳 - 啊... - 不好意思... - 請問一下... - 啊... - 啊... - 啊... - 不好意思... - 請問一下... - 請問一下... - 不好意思... - 謝謝... - 吃超飽的... - 吃超飽的... - 這邊就是新世界的... - 很有名的... - 吃天閣在後面... - 我首先要說... - 可不可以推薦... - 我是覺得有好跟壞啦... - 嗯...它裡面的東西不算難吃啦... - 可是... - 就是一般般沒有很驚訝的感覺... - 可是我覺得好的部分就是... - 地點好... - 然後... - 外國人比較優秀吧... - 那我覺得第二家的好處真的是... - 味道好很多... - 質感也好很多... - 然後氣氛... - 就是非常大阪... - 地方的... - 真的可以體驗... - 但是有缺點就是... - 你如果不會日文的話... - 就是點餐等等比較不方便... - 可是我身為大阪人... - 想推薦第二家... - 想讓大家體驗... - 就是比較單地一點的... - 他們很親切... - 所以... - 應該基本上都不會有問題啦... - 好... -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 如果大家喜歡看這個系列的話... - 記得告訴我... - 然後... - 第二集... - 想要看怎麼樣的題材齁... - 那下次的影片見... - 掰掰... - 掰掰... - witnessing... - 疯了人更討論... - 因什麼也不知道... - 融王的謀 came tonight... - 合我看怎麼辦 - 呆匯... - meyeитай… - 喜偉雄的地方 - guer兵運氣 illeg啟ve sheep murderer羸追的好處... 感谢观看